国盟主席慕尤丁指控前财长林冠英 撤销爱布卡利基金会免税优惠的课题持续延烧 财政部否认林冠英或其他财政部官员曾经签署 取消爱布卡利基金会免税优惠的信函 并将向警方举报社交媒体上相关的虚假指控 财政部今天发文告驳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消息 也就是林冠英当年取消爱布卡利基金会的免税优惠 而取消免税优惠的信件是由财政部官员签署 文告指出财政部不曾通过前财长或他的任何官员 取消给予爱布卡利基金会的免税优惠 而财政部认真看待上诉指控并会报警 首相安华早前在国会说明 根据索得税法令 豁免税务的权利属于内陆税收局的权限 不是首相或部长的权利 安华还补充 爱布卡利基金会的免税优惠 是在2021年2月25号才获批